众所周知,每年暑期档各大平台都会有仙霞作品上线,但因为一部《我是刘金凤》引起的服饰争议,让原本带播的古装作品都被打回去重新审核,预热了接近两个月的沉香如泻,也不见踪影。 从浅界看来,俨然就是仙霞版上错花轿嫁对狼,除了故事情节抓人眼球外,星落宁成堂的班底也不容小视,造型设计来自香蜜沉沉浸如霜,服装精致且设计感十足,既有仙族的飘渺,又有魔族的凌厉感。 导演朱瑞宾对于镜头美感,以及剧情书里有自己的观点,指导的长歌型口碑不俗。 此外,陈兴旭和李兰迪两位主演,在路透图中的颜值也极为惊艳,他的红发路透鞋妹又不失精致,只是穿着简单的白衣,也是人群中最耀眼的存在。 笑起来像极了天真不安世事的少年,换了红衣服装后,倒是和发色适配度很高,但陈兴旭的眉眼也愈发冷俊,这闭靡众生的眼神,让人不禁想起,他在《东宫》中饰演的李承鄞一绝,李兰迪在《星落宁城堂》中,饰演古灵精怪的妹妹叶坛。 从路透图来看,他在剧中的路透造型都不错,无论是发饰还是服装,都设计感满满,给人感觉灵动又不失甜美,完全不是观众颇为诟病的《丧葬风仙侠女主》,话说星落宁城堂的主CP情侣装也不少,既有蓝紫色近装的侠客造型,也有仙气飘飘的白衣上仙造型。 哪怕是在画质不佳的路透图中,陈兴旭和李兰迪依旧极为养眼,两人牵手对视的小动作,简直贫度超标,让人疯狂心动。 从路透图也可以看出,李兰迪为了演好女主下了大功夫,曾经被吐槽古装臃肿的他,在《星落宁城堂》中,下河线清晰可见,哪怕穿着古装腰枝,也只有盈盈一握。 陈兴旭无论浅色系情侣装还是黑衣净装都能轻松驾驭,明明是同一张脸,气质却判若两人。